喂 陶先生 没有特殊的情况您是知道的 我不会随便给您打电话 这两天经过使用将药药 十三号的血压 已经趋于稳定了 但这一次 是肺部感染 听上去好像很严重啊 中毒昏迷的病人 最怕这样的并发症 我只是想知道解决办法 陶先生啊 我看我们得做好 最坏的打算 陈主任 这个打算我没有 这个打算质 大家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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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施了胆结石的手术 凭借的就是这个优势 勇气 你刚来咱们医院肯定不熟悉 你刚来咱们医院肯定不熟悉 小姐 你想去哪儿 我带你去 干嘛这样看着我 小田 你多大了 我再有几天就十八岁了 十八的姑娘一枝花 正是招崩隐爷的时候了 你瞎说什么呢 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对象 我看刚才那个小狐他就不错了 他 一个连双美花落水都会买错的满人 哪个会喜欢他 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穿西装 油头 皮鞋 住着洋房发源的小开 我又不是娇气花 他们那些公子哥我可招惹不起 那洋行的大班 不敢想 可是不光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人也得有情有义 你怎么知道哪个人有情有义 这一条罪靠不住了 有情有义的人很多呀 就像白小姐的丈夫陈先生那样的 一条罪靠不住 我就是想他 有一个程度 有一个程度 不存在 有一个程度 你不存在 不存在 你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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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有风险的 况且你这个病人是中风引起的 重度昏迷 再好的医生都不能控制一切 你要换医生 对我们内部的管理也是非常不利的 这一切是有些过分了 但是能力是需要证明的 就像孤儿院的善款 我既然有能力给您筹到 就有能力随时全部都拿走 苏院长 您找我 没有啊 苏院长 是我请蔡博士过来的 想认识一下 蔡博士 您好 不好意思 我受伤了 蔡博士 这位是美国花旗制药远东总代理 陶承恺先生 陶先生 您好 蔡博士 我听说你刚刚回国 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务呢 治病救人嘛 哪有条时间的呀 一切以病人的需要为准 这话说得好 蔡博士 你对深度昏迷病人的肺部感染 有什么高见啊 陶先生在考啊 没有 是我一个亲戚 由于中风长期昏迷 最近又突发肺部感染 我也是病急乱投医 想请问蔡博士有什么高见 蔡博士 先来一 facing 我有什么高见 如果你是指向他的医院 就把医院的指援 准备典已经去到医院 他是一个比赛 大路医院的医院 他这么高见 他那个医院的人 但是 他就好 韩文 人物 医院的医院 已经是个人 你 是个人 静心